灰暗城真的是会淹水了 小都沾水了啊? 今晚也只想我的狼狈 他看到他就走了 谢谢大家 以后不要十二月来先赶 ok? 三年之后我们的Family Tree 这个是我阿爸 我姐姐 妈咪嗨 咦还有阿姐姐两个朋友在后面 我们这次决定去越南了 我们去的是Dana 阿爸你昨天是不是三点爬起来 嗯 是不是很兴奋所以没有睡不着 妈咪 五点起来穿好衣服穿好鞋子 然后我们六点才出发 这个睡得很好是不是? 我睡得很好睡 ok bye bye 我家人太久没有吃过了 他们很紧张 一直问我 那个水要不要倒 那个地方要不要拿出来 很可爱 拜拜 我来的是尽力 是尽力 我来的是尽力 我看一下尽力 解决 我来的尽力 今天是尽力 好厉害的 海誉的尽力 准力 各位我到了大囊了 OK 这是我们的行程 就是五天事业 然后我们是跟团的 因为可能有父母的关系 就不方便自由行 我们会两天在香港 一天在生活 然后一天就在惠安 是这次的Vlog 因为我们有带到阿肯来 然后加上我自己 不要拿很重很重的相机 所以我全程就是会用这一台 iPhone 14 Pro 来拍我今天这个Vlog 而且还要是紫色版本的 OK 出发 拿行李去 超久的大风 哇 越南很大风 OMG 我们Day 1的Hotel 风景没有很漂亮 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凉 而且现在大概只有23度 所以这个月份来 当然是对的 Anyway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惠安 惠安古城城是好漂亮的 所以我们 我已经换好全套 准备去拍美美的照片 可是没有人帮我带 大家看不在 希望我直接可以帮我看到 那我看得到 是惠安古城 我们 哇 水位很高哦 诶 这边也有黄包车 一字排开的黄包车 壮观 你看 安古城的那个水位哦 高到很可怕 你看 我感觉随少水灾的感觉 这边要是在下雨 就应该要划船了 会暗城 这边很感觉晚上要是开灯的时候 应该会很美很美 那我们就等晚上再来看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春短秀呢 春短秀你看 找到家乡的味道了 不够黄 不够黄 古色古香 古香 好漂亮 我们现在穿上了这个越南 叫做 诶 叫什么呀 欧带呀 欧带 欧带 这是越南传统服装 来上去 你镜头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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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妹子 哇 真的好看 哦 看完照出来发现 淹水咬 这边真的是会淹水咬 我们已经过不到去了 哎呦 谁过了 整条街都淹到完了 哎呦 那个桥都淹水咬啊 过去都难啊 Oh my god 灰岸城真的是会淹水咬 我们的总结就是 我们真的是过不到那个 所以我们唯有走去前面 然后多一个大圈过去对面 喂 为了过桥 怎么找得出来了 所以我们决定脱鞋子 为了过河 直接鞋子都不穿 啊 过了 灰岸镇了四个水船 上水啊 同样的一条路 刚才走跟现在晚上走 真的是差很远 晚上很有feel 很漂亮 所以灰岸镇一定要晚上才过 然后带好相机 真的是很好拍 够力了够力了 这个水越来越深了 过地铁就这么狼狈 今天是美好的Day2 哇 依然很大风 OK 今天的行程呢 我们就是要去坐那个 越南很出名的竹篮船 一个圆形哦 一直会在水里面打转的 这是行程highlight之一 哦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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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圆圆的船 就是在这边转圈圈 两个人坐一个 鱼上船了 他正要摇 你帮我 帮我拍一张眼睛 哇 这个被我越南圈过 哎呦 会不会晕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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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上船了 我都会转两圈 不了 妈咪 这个船也是很Q一下 很Q一下 这个圆圆的船 用藤枝的 用藤枝的竹篮来的 马来西亞加油 还有给毛子戴 这样子就像个越南妹了 越南划船妹 既然是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有选河 但是这个船人员这样子还是很Q 然后他们会一直跟你讲 马来西亚加油 拐不拐为什么 马来西亚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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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加油加油 爱马来西亚加油 爱马来西亚加油 打网 我陪你摇小费点多一点 你们看我这棒子耍得六不六 高姿选串 哇 阿爸很大发 感谢网友告诉我现场大发 来挖钱啊 挖钱 给十块 OK 借我老板娘下 我是谁我在哪里 挖 挖 挖挖挖 挖挖挖挖 一个被自己妹妹推下海 一个亲眼看姐姐下海 一个希望大家都下海的大海 怎么阿爸有的唱歌呢 老大帮手唱 诶 这边做苦工 做苦工 做完竹篮 现在我们就要去走山 但是下雨咯 谁叫现代是越南的雨季 这边有个高度 都要吃 诶 可以搭离台上的 这个Lift还要是透明的 上到来了 美景千金万古 但是很漂亮 这边可以看完整个现港的风景 因为下雨的关系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本地市场 非常本地 卖的都是本地水果啊 衣服啊 一些小零食之类的 然后加上试试这样 很难走啊 开启了讨价还价热肠 杀价热肠 接下来为你展示教课出四点悲剧 这个人讲价功力 我要放弃YouTube了 很差 我要放弃YouTube了 这个到处都看到 这个好像芝麻 好像芝麻屋这样 其实是在这边的虾酱而已 他们就拿来擦在饼上面吃 可是看起来不好吃的样子 流浴室 可是不是很好吃啊 这个啊 这个啊 首一个街出来 天黑了各位 五点半罢了 已经黑到好像晚上七八点了 哇还要在这样冷的前期 坐船出去 第三天 今天我们来到故宫 但是又下雨了 这个很漂亮 而且还有那种长长久久的感觉 那我妈咪的拍照日常又出现了 妈咪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这样子 你不要这样子 这样子不好看的 你这样的像走路 就可以了 弄好了的头发卷到每每不到半小时 又没有了 我讨厌 我来到越南第三天了 我学到了一句越南话 今早 Doyla Coen 后来门店会 OK 今天的午餐有点特别 嗯 因为他给了这样子的东西 一开始我以为是手套 他不是 他是那个肉 是可以吃的 他真的很像手套 然后包一点菜 可以黄瓜 可以吃来黄瓜 然后放点sauce 然后包起来 你包菜呢 你比较肉 我不要菜 哪里包上来就像那个春卷这样子了 OK 我们刚刚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程 在车上帮我锁好鸡酒 就从顺化回到来县港了 然后第一站 回来县港 就是看这个东西 超巨大的观音像 他是在森林里面 突然就有一尊那么白的观音像 啊 我讲这个好像玲珑提塔 后面这边是有一尊瑟佛 OK 但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很想看面 所以我们这边就拍少一点 今天的晚餐 真海鲜 老板娘妹拍更多了 我们就下一天了 第四天 今天我们来到了 很期待很期待的就是巴拿赏 整个treat里面我最期待的就是 神手 所以我们现在拿了picket 我们准备上去了 结果上面只有14到16度 到了 哇 很大雾 哇 大雾刀 哇 很冷 这个是我拔 影片你们不懂 认不出来 啊 这个minion我爹 各位我是很想给你们看巴拿山长量啦 但是现在 很夸张 啊 看到这个手了 耶 耶 哎 看看我们现在的前线人员 是多么的伟大 在巴拿山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的巴拿山之旅 完全拍不到照片 现在是下午 三点钟 那个雨虫早上 下到现在都没有要停 加油 我完全哦 看不到 这里到底美不美 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城堡 哇 像很漂亮哦 但是啊 你看那个风雨 这个是 人家的 人家的巴拿山 好了 我的巴拿山 谢谢大家 以后不要12月来先赶OK 现在竟然要来一间教堂夺雨 救了我们硬硬的教堂 进来取暖 今天是在大浪的最后一天 我们来到了 梅西海边 今天还是下雨 但是比较小雨 所以我们不用拿伞 哎 很想下去游泳 但是真的很大浪 很好笑 拖鞋都要被卷出去了 幸好会来 因为那个是hotel的拖鞋 然后我妈咪讲 叫大浪不要跑出去 然后他自己跑去拍照 这边真的是一个超级大浪的海边 他非常适合哪一虫啦 但是绝对不能游泳 诶我们看到那天我们看的观影像 回家了 五天四月大浪之旅就这样结束了 马来西亚 不要回来了 哦 不想回家哦 拜拜 越南 这次咧 割了三年半的疫情之后 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去旅行 感觉还是很爽的 就很开心啦 很久没有一开始 大家长时间聚在一起 从早到晚的那种感觉 虽然中间是有一点 千功不奏每一只下雨 但是 有遗憾才会有些更好的旅行 妈咪 跟我的YouTube讲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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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